公开课的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一连一度的微信公开课 很抱歉这一次没有来到现场 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 其实我是故意不来现场的 记得第一次公开课我提到说 参加各种会议可能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还说过 用产品说话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大家也看到 微信从来没有开过发布会 我认为新版本的启动页就是微信的发布会 它直接覆盖几亿用户 但同事们说服我说 公开课不是发布会 而是面向开发者的会议 确实外界可能也会对微信有很多好奇 甚至误解 所以公开课确实是一个 微信对外阐述自己想法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去年我就想 微信团队现在这么大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 从早期的怎么做到现在的做什么 早期我们聚焦于每一项功能 思考怎么做才是最完美的 现在是思考 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尝试的 以及如何组织起来做 对于团队来说 早期是考验我们的产品能力 现在更考验的是我们的组织能力 我希望我们团队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接触的 深入的思考着 所以去年我就在想 我不一定每年都来公开课讲 今年我更乐意把时间让给我的同事们 让他们来给大家带来我们团队的思考 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小的思考点 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可能从来没有一个时代 每天有数亿人花这么多时间 花在手机里面浏览各种信息 而微信可能是人们花时间最多的应用 所以我也经常会思考 微信作为一个基础的信息传递的工具 或者说平台 我们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可能会引起信息洪流的流向的变化 我们知道基因变辑是一种非自然的选择 因为人类强行地改变了自然进化的进展 类似的技术的进步 同样改变了自然的选择 人们看到屏幕上的视觉信息 超过了现实中眼睛看到的信息 人们看到的是远方的图像 听到的是远方的声音 从前一个人的世界 它的大小 是由他的脚的行走棒境来决定的 而现在一个人的世界的大小 是由他所获得的信息的宽管度来决定的 信息的宽管度和质量 一直是微信而解决的问题 但人类对于信息的广泛连接带来的影响的思考 是落后于网络的发展速度的 网络的发展 尤其是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使得人人都随时在线 并且面临海量的信息 这在历史上 甚至十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人们真的能驾驭这种信息互联吗 还是说 技术在引导 甚至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 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一看这种影响 包括隐私 信息获取 社会关系 信息传播 信息的多样性等 第一点 隐私的出让 从历史来看 科技越发达 个人隐私会越少 人们在获取便利性的同时 其实也在不知不觉地 一点一点把自己的隐私范围缩小 比如 精准广告和用户隐私 其实是有矛盾的 作为平台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 什么该用 什么不该用 其实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也倡导同行 一起重视这个问题 第二点 信息获取的被动 您所看见的 或者说您所阅读的 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互联网让信息脱手可得 可是从信息的海洋中 获取什么样的信息 是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事实上 很多人并不愿意主动去获取信息 而是更倾向于被动获取 记得好几年前我说过一句话 推送改变世界 因为用户更难了 包括微信 也是基于推送的 你收到的每一条信息 都被你把优先级排得 比你要真正获取的信息的 优先级要更高一些 那么推送什么信息 决定了用户会看什么信息 决定了他在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里 这是一个 我们要经常思考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很少说分发这个词 我觉得推荐可能更尊重一些 第三点 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 人事社会关系的总和 而如今 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 体现在微信好友 群朋友圈的互动里面 比如中学大学同学 因群而活跃起来 在过去 学术上有一个词叫登巴数 是说一个人最多有150个好友 但在微信里 显然他被打破了 人们对于好友的维系能力 和移动互联网之前的连带相比 突然增大了很多 之前我们先定一个人最多5000个好友 现在有将近100万人 已经接近5000好友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友 但也促使我们要扩大好友数目了 我记得附近的人刚刚上线时 我自己其实都有隐隐的不安 因为从前我们和附近的人的界限 将被打破 我不知道他是好是坏 这一种思考 其实会一直贯穿在微信的进化里面 就像我们 扩大5000好友这个先定非常容易 但是对于他带来的影响 说实话 诚惶诚恐 我们会反复去思考 第四点 信息传播的快速 一方面是信息比之前更快速的传播 可能一个瞬间 一个事件就可以迅速在很多个群里面 迅速的几何极数的传播 另一方面 有一句话说 谣言传千里 所人听闻的内容 可能能获得更大的传播的机会 这是人性使然 我们可能很难用技术手段 作为一个判定内容的质量的标准 但作为信息传递的平台 我们也有很多办法 比如说用更多的参与者和强调的机制 来帮助平台做出仲裁 就像我们对待原创和超习的做法很类似 第五点 信息选择的困难 就看似我们面对海量信息 可以自由选择 哪一些看哪一些不看 但事实上 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一一筛选 导致我们看到的总是局部 包括公众号 看似可以随便贯注 但是你的选择其实是有限空间的 我们在看一看里面实验了社交推荐 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它是一种通过好友之间的互相推荐 来扩大人的选择范围 第六点 信息的多样性 虽然头部大号会有最大的浏览量 但是在一个人人皆可创作的年代 我们希望常委的小号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也是之前公众号忽略了的一个部分 等一下会再讲一下 第七点 搜索的困难 与web互联网相比 移动互联网的各个up 更加割裂 信息难以打通 搜索 我们做小程序就有一个梦想 希望搜索能进入到每一个小程序的内部 这样海量的小程序可以支撑起 各种常委的搜索需求 当然小程序仍然是我们一直要改进的领域 只有小程序足够繁荣 才能支撑起搜索的内容的丰富度 这里讲了我们对于信息普及 对于生活的影响 其中提到信息的多样性 这里也要说一下 在微信的起步阶段 我就说过 我们基于手机来做up 不基于PC来做 PC段只是辅助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的产品普及到 每一个人都能用 回过头来看 我们当年有两个小小的失误 一个是公众平台 很长时间都只有PCWeb版 这限制了内容创作者的范围 另一个是 也是更重要的 公众平台的原始想法 是取代短信成为一种 基于连接品牌和订户的群发工具 并且有效地避免垃圾短信 群发的内容并不是重点 应该是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内容 都应该是可以的 如文字 图片 视频等 但我们一不小心把它做成了 文章作为内容的载体 使得其他的短内容的形式 没有呈现出来 那使得我们在短内容方面 有一定的缺失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说 公众号本身并不是为媒体准备的 这样一个原因 我们很重视 人人都可创造的内容 朋友圈之所以默认是 发照片 视频的 是因为当时我有一个认知 对于十亿人来说 让每一个人发文字 是不容易的 但是发照片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 相对公众号而言 我们缺少了一个 人人可以创作的载体 因为不能要求每个人 都能天天写文章 所以 就像之前在公开课所说的一样 微信的短内容 一直说我们要发力的方向 顺利的话 可能近期也会和大家见面 毕竟表达是每个人天然的需求 所以这里也作为一个对于新版本的小预告版 春节即将到来 我们在红包上也有一些新的创造 可能也会吸引你来发挥你的创造力 这里也预告一下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虽然 这次我没有参与现场的演讲 但是 我相信我的同事们同样会给你带来精彩的报告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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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